张谦出使西域时,在大渊国发现了一种汗出如血的宝马,可以日行千里。 汉武帝特别喜爱好马,派使者带黄金二十万两及一匹黄金铸成的金马去求换。 没想到,大渊王拒绝了,还派人截杀了使者,抢走了金子。 汉武帝大怒,两次征伐大渊。 第一次发兵,李广丽将军率骑兵六千及金兵数万前往。 因西域路远,沿途的小国又闭门鞠躬水扬,兵位置已败。 一年后,汉武帝再调集全国囚徒、商人等六万多人,马三万匹,牛十万头再逃。 这一次,西域小国畏惧,捆将丹石已赢,只有轮台必聚,急遭屠城。 汉军围攻大渊城四十余日,最后大渊人被迫沙王求和,汉武帝终于得到了最优良的汉血宝马的重马。